现在大家都在讨论2024 对不对 那最近很多民调 这最新的是美丽岛电子报 12月3号公布最新的民调 看起来 其实跟前几天 ET Today新闻云公布的差不多 就国民党里面 只有侯友宜有一拼的空间 像美丽岛电子报之类的民调 它是从过去这一年一折在做 关于总统这部分的民调 但这一折是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它是选后了一个民调 所以说它可以反映 是在选后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 第二个事情是说 大家其实最关心的 就是2024的总统最有胜算是谁 在A组合里面的赖清德 目前来看那是34.3% 略为领先33.8%的侯友宜 但是基本上都在误差范围内 但更重要是在上一次的调查中 赖清德跟侯友宜的差距 原本是有7%的 现在就变成0.5% 也就是侯友宜慢慢的 就超车赖清德 变成了后来居上黄金交叉的一个趋势 这个也反映了在整个大选过后 其实在2024这样的一个变局当中 侯友宜的气势是越来越强 而柯友宜的气势是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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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 这个B组合一样是三喀都 这个三喀都里面就发现赖清德 他是有42.3% 柯文哲只有23.6% 朱立伦只有11.1%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事 很多人在关心 侯友宜他虽然好像很多总统民调很高 可是他敢不敢落跑出来选 朱立伦会不会让他出来选 这样的一个数字 其实透露一个关键是说 当不但的有非常多不同单位的民调都做出来 朱立伦的民调都非常低 几乎是毫无胜算可能 甚至是会被柯文哲给弃保掉 朗东如果你是国民党支持者 你看到这份民调 你会希望谁选总统 一定是侯友宜 朱立伦就出局了 所以朱立伦面对一个问题是 他虽然有党机器 但是他的基层的支持者 就是想要国民党赢 所以如果朱立伦要用这个党机器 去挡掉侯友宜的话 他会被愤怒的 这个蓝营的支持者给包围 其实这次的选举 带来一个很大的启示 是说他们国民党为了要赢 他们可以去休耕 把林格恩给弃掉 即使高宏安这个阵营 有非常多涉贪的问题 以及对林格恩非常的不客气 但是为了赢没关系 中东景不提名他 但是为了赢 也可以去把谢富翁给弃掉 去投给中东景 所以这是为什么 是说蔡英文他在二日的时候 前几天有跟林佳龙团队 讨论到2024的中总大选的评估 其实包含林佳龙在内 大家都觉得侯友宜 其实是最有机会代表国民党 参选2024的一个候选人 而且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很多的这些布局跟远见 非常深思熟虑 他说2024大选 国民党会团结 民进党并不好选 这确实是我们目前 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那接下来有个重点来了 大家发现的是说 新华社这两天的这个时候 中国那边就发了一个 关于挨到江泽民离世的 这样的一个文 然后在原文里面 你会发现排名里面有把 国民党人也放进去 排名第一位是谁 朱立伦 排名第二位的是谁 新北市长侯友宜 然后其他的新北 其他的这些县市长 蓝县市长 没有在名单之上 卢秀燕连上榜都没有 换句话说 在中国的眼中 他等于是中国的 他也知道说 对于国民党 现在最尊重的人 那是主席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 国家主席是最大的 习近平是最大的 但在其次之下 第二顺位是谁 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在中共眼中看起来 就是侯友宜 这等于就是中国 肯认了侯友宜 在国民党当中的 一个重要性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中国方面的 方向球 那朱立伦面对这个态度 他就是什么呢 身为国民党主席 他要表达两岸和平的立场 这是一个废话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正面的回答任何的问题 人家问他 侯友宜会不会出来选中 国民党挑战非常多 必须全党团结 全心全力辅选 所以对于朱立伦来说 他不敢现在说 就是要放侯友宜出来就选 因为就算朱立伦他要认输了 他也要有点筹码 要拿点东西回来 很多人觉得说 朱立伦他可能觉得 他现在要去选 不分区第一位 他要去当立法院长 他想要去拱侯友宜上来 他要当行政院长 但是不管如何 这些事情在短时间之内 都不会完全成立 因为如果现在朱立伦就说 侯友宜就是贡主的话 那等于是朱立伦就上次了 任何谈判的这些空间 但是你看到是说 前台北县的副县长 其实就是刚刚宽哥也说的 不管是基层 有一些过去的 国民党的这些官员 蔡家福他也邀底下的民众 好友一动 加油 底下的呼声 也非常的热烈 那蓝营的人士 基本上表示 其实就在2019年的一个惯例来说 像韩国瑜他开始在表态 也是过完农历年之后 开始浮现了 Yes I do 很多声音开始在出现 所以说今年是 今年过年比较早 大家有注意的话 1月底我们就过完 1月20号就开始放年假了 对 所以我们想在1月底 在2月初的这个时候 来赢这方面的总统人选 那个态势就会变得非常的明确 对 的确 那昆吉兄 你长期在观察国内政治 你觉得国民党2024年 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机会大一点 当然是后友宜 那个刑事比人强 好像朱立仁当然想 但是问题是民调啊 各种方面的状况一摊出来 侯友宜的迎面就是比较大 那么所以这个侯友宜 出来参选的这个机会也会比较大 那当然它卡住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回虽然大家都说 它是不是落袍这个 对 就面临跟韩国瑜同样的问题嘛 可是这个它可以有脱逃的空间啊 韩国瑜的问题出来什么 韩国瑜跟高雄肃无渊源 你选上 马上就去选总统 选上市场马上选总统 所有人都觉得你混蛋 那你不可原谅你太贪了 侯友宜好歹在新北市待了十几年 如果操作得漂亮 是大家去拱他呢 那如果他现在的玩法 这个蔡佳福出来 这就是大佬 那台北县的大佬 蔡佳福其实在台北县 他不是一个官员而已 他不只是副县长而已 他是某个派系的大佬职的人物 他是有基层实力的人 对 有基层实力的人 由他来出来表达他们的期望 再安排几个大佬 就跟当初拱马英九一样嘛 对 我八大佬到门口 拜托 拜托不了 我站在门口不走了 然后我这样子 那只要这个戏演的竹 那侯友宜会不会出来 是有可能的 那朱立伦 朱立伦就最后就不办初选 直接征召了 不是 这个朱立伦到时候看嘛 你要初选的话 谁跟侯友一拼 朱立伦啊 朱立伦他拼不过 不是自取其辱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嘛 所以现在大家在讲 这个各个总统候选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有 不得不可的这种压力 比如说柯P 柯P如果明天不选总统 那个党就没了嘛 对不对 而且一定要选大的 他不能当富的 当富的他的党还是没了嘛 所以他有他不得不选的压力 可是这样子 以他现在的声势 怎么选嘛 两年前的时候 我们还有北京回来的朋友说 老公那边现在在问啊 他们到底是压柯P 还是压侯友宜 这一次已经很明显了嘛 已经摆明了 柯P拜拜了 没有了 对 所以那个 所以你刚才讲说 你看这个民调 只有13.5 还不只是民调的问题 是你刚才后面那张 那个道燕 江泽民的 完全没有柯文哲 对 没有柯文哲了 老公那边已经认定了 拜拜了 你拜拜了 所以连提都不提他了 对 所以柯P很悲惨嘛 柯P原来还想硬招 对不对 然后硬招不成 现在变刘英 刘英不成嘛 再下去就骗拼嘛 然后所以他会 他现在的状况 是越来越欺赞 所以他根本找不到 自己的定位 那么侯友宜 他其实是身下节节上涨 他只是等一个出台的 机会和手段而已 对 所以就看侯友宜 要怎么粉末登场 好